现在是樱桃大面积上市的时候 上周六去超市随手拍了两张照片 左边是一公斤装 价格10欧 右边是500克装 一公斤的价格也是10欧 我周六中午时间 准备出门去弄一个城市 往返100多公里 干嘛呢 采摘樱桃 今天是近期最热的一天 三十一爱度的样子 今天多夸张啊 如下以来的第三个超过三十度的好像 那这个他也没死 他要死的话 现在应该 卧槽 阳光也太晃眼了吧 非常晒 非常晒 帽子在他上楼上的 哎呦 这都已经那个了 我靠太晒了 这是不是一般的晒 这个阳光简直毒辣的很啊 现在天上面一点云都没有 三十度在这边就如灵大敌了 就像国内超过四十度那种感觉 因为我们采摘的时间是中午一点 他们家又换了辆车 提罐换了辆全新的奥迪 这是Q3吗 卧槽 这个车门上面那个铁简直烫手啊 滚烫滚烫的 看一下车的现在温度是多少 我屁股都烫化了 36度 这肯定比实际温度要高的 先把车打着了 记录一下 出发时间36度 我们已经把车停在那了 这是第三次来这个地方采樱桃 好多的人已经把车停在那了 第二次不是没踩到吗 只不过买了嘛 现买的嘛 然后第一次来的时候 我们当时就把车停在 当时开了斯科达 也停在这个地方 现在这周围那边都是樱桃园 樱桃园嘛 这个是那个 这是那个核桃 来看一下它的前门 这是它的正门 我们记得以前去年的 上一次来的时候是疫情期间嘛 对这个小屋子里面当时 疫情的时候当时就没有人 当时过来的时候看到也还卖 哎呀 这两年那个价格涨得真 其实我刚才说 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是3块5公斤 这是8欧一公斤 然后我们两个人进去采摘的话 还得单交15欧的那个 那个 这个进就进元费 这个就是自己 你自己把钱 现在在然后拿一盒 六欧一盒 我六欧的六欧一盒吗 下面是樱桃枝 很多乡村 我再降了一个摄像头 很多乡村都是这样子 就包括了河雨区 河南呀 那种乡村 把一些蔬菜水果 都是地产的 应该这都是从事农业的嘛 这种乡村 从事农业 然后设一个这种小港亭 你自己突然来了好多车样的 叫扎克波会的 这是一个私人私人家庭经营的 有人把车也停在那儿啊 这个四周全是樱桃田 哦不一定是全是樱桃田 这个是那个苹果吧 这是苹果还是什么呀 我记得我们上次来的时候 当时疫情期间 我们在这个樱桃田里面 走的好大一圈 全是樱桃 反正这个四周啊 这村庄的外面四周 全是樱桃田 哦这老娘可是过来进去买的 他们直接买的 买完就走 六欧一盒 以前不知道是多少钱 这乡村公路 刚才开过来 大概开了60公里吧 有时候直接把车停在这儿也行 刚才把车直接停在这儿都可以 这地方还有阴凉地 现在停在那个地方晒死了 太晒太晒了 现在这有多好啊 这头上面这什么植物啊 看不出来 这个不知道是苹果还是梨 我远处看到它们全是水一个个结的果子 对这个地方本身就是河宇区的水果产区 春天的时候来这边走的时候 那种梨花 苹果花挺多的 在那乡村走的时候 挺好看的 今天就这样的了 待会会坐着他们的那个大拖拉机 到他们的田里面 从这到田里面还有个距离 我刚才一脚油就就就就开过去了 我还说了 我说哎怎么像啊 我开到前面也是开到前面掉头回来的 马上这些人要被引导停到那里面了 到他们家的后院看一下 都各种各样的农机啊 这就是从事农业生产 待会就做到这个大拖拉机 上面加了个软垫 这拖拉机的大拖头 哦不准带包 不准带一个背包 可能到他的田里面去采的 会用他的这个竹篮子吧 用的这个大拖拉呢 多可爱 可以直接买走 我们自己带了个框 用拖拉的采完以后 倒到我们的框里面带走 对写的8欧一公斤 Price Sherry 3公斤装 6公斤装 10公斤装 啊几种规格 我们待会就选这个6公斤装够了吧 684850欧了 相信 这边就是樱桃的他们那个 自产的 自产自销的一些商品 有酒有酱 都是纯自然的 这还有肥皂呢 哦 这是给人吃了个饭 因为现在中午时间 有的人到的早的话 直接在这吃个饭 等个时间到 我们去年来的时候就是在这儿的到他的冷库 直接 你看他这个包装箱弄好好的直接给了个超市供应 你看 这是他后面的库房 我们当时就在这个当时在的后面拿的那个包装封装我还有个冷库呢 来刷卡机也有后面就是农田 会进行那个清洗封装 然后给超市供货 这就是这边的农业 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 这大冷库不错 他们把这大气了 大冲气城堡给冲起来了 这段时间来了不少车了 雅德来了好多车 哈喽 营造着一个欢乐的气氛 因为有很多小孩子嘛 家长都带着小孩过来的 还弄了一个大气 哇塞这个太晒太晒了 我的车现在就顶着这个太阳底下 哎呀今天这个温度太高了 正好是近期最热的一天 非常的不爽 头顶是核桃核桃乳 哎破垃圾已经开出来了 是不是准备要走了呀 嗯大家都在等着呢